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开始占卜大家的11月运程了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今天跟大家玩一个11月运程占卜 大家桌面看到很漂亮的 有四种不同的物品 大家心目中选你一个喜欢的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哇!很重!999.9的纯金条 另外这个是很漂亮的 阿塞斯特莱彩虹水晶球 这个是泰国圣物力泥 和他跳个舞线 这个是迷你的紫针衫 大家选择了 选择了之后心目中知道哪个答案 OK!那我就会另外抽 每一样东西抽着牌就放在前面 那我就一会和大家开这个占卜解释 OK! 好! 好了!我选择了!抽出来了!那我揭牌了!OK! 好了!已经有答案了!那我就会和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啦!如果选择到这个 999.9的这个黄金柱是什么呢? OK!这个53佔卦!佔卦是怎么样呢? 不错的喔!恭喜你喔!慢慢慢慢 说明是占嘛!慢慢慢慢你的财云是不错的喔! 会进入街景喔!甚至乎如果是打工的呢 可能会升职啦!加薪的!OK! 好了!那你也可以配合这个水晶! 黄水晶啦!黄发晶啦!都可以的! 好了!另外这个呢!如果选择了阿塞斯特莱水晶球的呢! 好了!那么卦象呢!就是21号!这个是细合了喔! 好了!要留意健康喔!很容易会有细菌进入喔! 继而你的身体会受到伤害! 例如气管啦!容易感冒啦!这个一定要留意! 那你也可以是用这个水晶去管救的! 例如阿塞斯特莱啦!这些高频水晶啦! 极光23啦!Super 7!超7啦!这些呢!都可以增强我们的身体喔! OK!好了!到这个历泥啦!OK! 那个瓜象!59号!换瓜!这个啦!要留意! 说明散换的时候呢!你就会容易出现一些小小的意外! 例如啦!就是可能你不专注的时候呢! 那你会可能出现一些可能是不顺利啦!或者是一些病痛啦! 都要留意的!那你用什么水晶可以帮到呢! 那你都可以用这个呢!历泥啦!或者斑彩啦! 又或者是一些绿蕴石啦! 捷克绿蕴石啦!也都可以帮到你加强回你这个护身符的能力的! 好了!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 选了这个子晶山的朋友啦! 那个瓜象呢!就是9号!小畜!OK!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是有机会来临的! 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老袋清晰啦!多些新的idea才可以成功啦! 要记住要把握机会!好了! 那用什么水晶可以帮到你呢! 紫泰晶啦!紫黄晶啦!紫水晶都可以的! 好多谢各位对我的影片的支持喔! 为了要答谢各位观众好友! 我将会送出7条超7水晶! 只要我的订阅数字达到呢! 7777! 那将会我举行大抽场! 送出这个超7喔! 所以大家快点订阅!分享我的影片出去喔! 订阅人数超过了呢! 那我就会做这件事啦! 7条超7等着你们呀!